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ACI南加州学院郭主任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就是关于学生出国留学跟游学这两件事情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 我们讲说游学是到一个地方去带着游 就是观光的游 然后再去学习东西就叫游学 那么什么叫留学 那就留在当地留下来学习 所以留学美国那就留在美国去学习东西 或者游学到这个美国的东岸大学西岸大学去参观 去访问这些学校 同时学到一些东西叫做这个游学团 那所以在现在呢 中国来的学生越来越多 他们都到美国来这边念书 所以有很多学生来到美国 那他究竟应该掌握要什么样的教育方面的信息呢 其实在这里可以提醒一下 对于学生来美国念书 大部分的学生应该要先清楚 美国的教育制度体制 跟中国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学生为什么要离开亚洲地区 离开香港 台湾中国大陆 来到美国念书 你追求的是什么 只是文准吗 只是学位 还是真正的知识 或者是智慧 或者生活上的技能 那学完了以后 你的目标呢 是回到国内去呢 还是要留在美国就业 这些对一个留学生来讲 都是一个很关切的一个话题 而在留学之前的这个游学呢 也是一个叫做引路 这就是它引发出这条路 就是走到留学这条路之前 可能是先参加游学团 先来美国 先探一下路 试一下水温 了解一下这边的生活 这边的学习的情形 所以当学生来讲是说 如果你对美国这个念书 非常感兴趣的家长 我们都会建议这些家长 你既然来了美国 让孩子留在美国 真正看到教育的精华 看到美国教育的灵魂 知道说为什么要来美国念书 美国的这个教育的制度 教育的思维 培养出来的学生的能力在哪里 为什么孩子要来到美国念书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 让学生跟家长认真去了解 去讨论的话题 太多学生来到美国 因为没有人正确地带领他 所以来到美国 只去观光的景点 拍照 去购物中心采购 去吃一些他想吃的东西 然后都是在玩 那个心都没有留 在教育这个观念上 那接着就回到中国去了 回到亚洲去了 所以他整个留学或游学 东西只是留下一些照片 留下一些不太清楚的记忆 而对他的思考方式 对他对事情的处理方式 判断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所以在这里我们ECI南加州学院 也接了很多游学的学生 或者留学来美国的学生 我们指导他们都让他知道说 念书这件事影响你一辈子的大事 你一定要先想清楚 你究竟是要什么 那你怎么去得到这些information 这些知识消息 所以设定学习的目标 有计划的把这个学问做到 读到你该读的学校 读到你该拿的学位 这人生从这个开始 接下来才能够一帆风顺 我们今天谈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会 真正好